-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線 讓你變成立菜Superman 台股今天竟然又大跌了 昨天台積電開法說會 開開變法會 雖然這個台積電的法說會 我認為整場看下來的人 基本上都會覺得應該是一個利多 至少這些數字 幾乎都是優於市場預期 可是在看到行情大跌以後 難免又會覺得說 台積電是不是昨天哪裡講的 有一點讓人不太滿意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 台積電法說會的重點 再跟大家講一次 因為昨天台積電法說會開完以後 事實上我們就已經先錄了一個節目 在我們個人頻道 來告訴大家台積電法說會的重點 但我們知道一定會有投資朋友還沒有看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要把重點帶一下 另外在今天重頭戲就是 鴻海要接棒開法說 鴻海的法說會會不會又不小心開成法會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但是可以感受得到是當前市場的情緒 是相對的比較保守 比較沒有那麼樂觀 因為在整個指數的慣性 好像出現了一點改變 我們從禮拜一的時候就提到過說 你加圈指數跌破五日均線 你需要有更長的時間去震盪跟整理 包含到了昨天的節目上面 我們的標題都還直接跟大家講說 修正拉回還沒有結束 所以我們的觀點當然會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沿著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線 再來幫大家繼續把目前交易市場 整個台股的狀況往前推進 在正片開始之前一樣提醒大家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你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節目 還能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頻道 首先加圈指數跌破五日均線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原因是因為加圈指數大概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已經先跌破五日均線 我們講過了跌破五日均線 你短線上它就是一個需要時間去震盪跟整理的 結構沒有說變成空頭 可是你跌破五日均線 代表說你有一個在短線上面的動能要稍作休息 所以當時我們告訴大家你要去觀察的是 什麼時候指數能夠重新站回五日均線 有站回去的話你才能說這個行情重新獲得動能 所以你看上禮拜跌破以後有站回去嗎 沒有在這一天一度有想要收上去五日均線 可是最後什麼功敗垂成沒有成功 所以你這個結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沒站上就是沒站上 結果到了這個禮拜你會發現說 好像行情變得比較相對弱一點 因為禮拜二的時候還要往上攻 結果沒有攻擊成功 那你就要怎麼樣往後撤退再防守 往後撤退防守 所以被五日均線壓著了 你有沒有看到四個交易日都在五日均線之下 所以五日均線就開始下彎 下彎的五日均線在短線上面就會變成是一個壓力 結果昨天一口氣直接中錯跌破月線 雖然留了一個下影線 代表還是有資金有籌碼想要把它往上推 可是你中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跌破月線就是跌破月線 所以為什麼我們昨天的節目上會告訴大家 我認為拉回修正還沒有結束 原因就是因為你在形態上 你還是要給他一點尊重 下圈指數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跌破月線過了 那你現在在昨天看到了跌破月線 是不是心裡面你還是要有一點風險意識 今天離岳均線又開始更遠了 特別是要留意什麼 因為今天指數的跌點不算小 跌點不算小 跌幅也不算小 所以往下拉了一根黑K以後會有一個問題 你的月均線也開始下彎 五日均線如果沒意外 如果下個禮拜沒有一個大漲 沒有一個大漲 那五日均線很有可能就會往下穿破月均線 這時候上方的壓力就會變得更大 所以目前的交易我認為應該要從原先 可能我們還是有進有出 要變成什麼 多出少進 手上的現金水位要開始拉高了 前一陣子我們大概就是保持著5到8成的持股水位 那現在的話你可能5到6成的持股水位 會是一個比較適合的 所以你在航行震盪的時候 手上有一些股票獲利的 你可能就要去分批停利 分批停利你不要抱過一座山 如果你在大漲的過程裡面你有去做分批停利的話 那你接下來的問題就變得很簡單 因為例如說你先賺個10% 然後你先賣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你手好停利 你不要讓他虧錢 他就算跌回去好了 你沒賺沒賠變0% 你賺10%的時候先賣過一半 他了不起跌回去0% 到我成本附近我就把它砍掉 你整筆交易看起來還是賺錢的 所以如果你在高檔你有去做獲利調節 剩下的問題就會比較簡單比較輕鬆 怕的是你在高檔的時候賣都沒賣 結果你爆炸 上去又爆下來你不甘心賣 結果到時候可能從原本的賺錢變成賠錢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心情跟壓力就會相對的比較不好 跟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有交易策略 跟按照我們的規劃跟紀律去做執行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整體來講 我認為加權指數今年一樣 再強調2024年大多頭沒有改變 這個觀點不會改變 但是現階段這個指數既然跌破了五日均線 跌破了月線 那他整理的時間就要拉長 還會不會再跌 說真的他來到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因為他跌破月線 而且他加速脫離月線 越拉越遠 可是距離季線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說還有沒有可能再往下修正 事實上是有可能的 但另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台股大概從上禮拜到這個禮拜 用了差不多一個禮拜再多一點的時間 然後跌了多少 跌了1400點 所以你在短時間之內跌了這麼多 短線上面你勢必呢 還是要有反彈啦 還是要有反彈 你不可能一直跌嘛 就像台股前面呢 漲了這麼多 他也不是天天漲 他在大漲呢 一大段以後呢 乖離率變大以後 他還是會在可能一兩天裡面 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震盪跟跌幅 所以下跌的過程也是一樣啊 你下跌的過程跌得這麼急 那你短線上勢必應該要有一個反彈 所以反彈是可以期待的 可是我們要講喔 你不要看到一個反彈 就說喔 行情又重新回來了 行情又重新轉強了 要轉強呢 我們要多花一點時間去做觀察 五日均線要看嘛 月均線要看嘛 所以我們在現階段的操作 我認為大家做好資金管控 是首要的條件 你有做好了資金的管控 你留得輕身再不怕沒財燒啊 行情呢 真的轉強的時候呢 你再做積極一點的配置 那如果沒轉強呢 你首創的現金就是你在未來呢 最有機會幫你創造獲利的有效武器 這是我們對於整個行情的一個看法 那在貴買指數的部分的話呢 原先啊 因為本來漲幅就沒有加權指數這麼多 所以修正下來的幅度呢 看起來好像跟加權指數呢 就沒有像加權指數這麼可怕 因為加權指數大概高點是在這裡嘛 然後高點這樣子修正下來 修正1400點 可是貴買指數呢 事實上到這個禮拜三的時候 都還在創一個歷史新高 是這兩個交易日 你被大盤代賽拖下來嘛 因為你整個行情的這個情緒 可能沒那麼樂觀 所以呢有一些資金 你貴買指數在歷史新高 然後你看到隔壁的加權指數 哇跌了這麼多 跌了300點 那是不是會有一點想要獲利了結 或者是先收回一點現金的這種 呃想法就開始萌生了 所以這兩天的跌幅呢 我認為啦 應該大部分都是來自於獲利了結的賣壓 獲利了結賣壓 只是呢 他的另一個問題 你反過來想 加權指數是因為短線跌比較多 所以容易迎來反彈 可是說真的 貴買指數的跌幅並沒有到很重 貴買指數的跌幅並沒有到很重 所以怕的是什麼 加權指數在反彈的時候 你貴買指數還沒反彈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欸 加權指數跟貴買指數 如果他們的這一個方向 還有他們的位階 有一點不同調 操作難度就會變高 因為有漲有跌 有漲有跌的時候呢 你如果選做股票 你能夠相對剝奪感 就會比較重一點 那與其這樣子 那我們還不如怎麼樣 多看少做 所以我們把整個行情跟指數的位階 來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那這有什麼會跌 也不需要為下跌找理由啦 你漲多本來就是會回檔修正 你的心態要調整成正確的 如果你每天都在幫上漲 跟下跌找理由的話 那你光是找理由 你時間就全部都花掉了 你沒有其他時間去做研究 那我認為幫上漲跟下跌找理由 這件事情 其實意義不太大啦 所以我們呢 就是就先論陷 然後我們把觀點就先制定好了 我們就按照我們的觀點跟交易策略 去認認認真地去執行 那我們在7月18號 就昨天嘛 我們講了拉回修正還沒有結束 說真的在昨天我們要去講 這樣子的觀點 我們也是有一點怕怕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說 昨天下午要開台積電法說會 而事實上我們也認為台積電法說會 應該會講得不錯 但關鍵是什麼 因為有太多人呢 都覺得台積電法說會講得不錯 所以提前進去卡位嘛 提前進去卡位 而事實上昨天台積電法說會講完以後 夜盤一開先跳空開高將近200點 先漲200點喔 先漲200點 代表什麼 真的台積電法說會 市場的直覺認為是講得不錯的嘛 因為你一定是要直覺講得不錯 大家認同 你才有機會開高 如果他真的講得很爛市場不認同 他連開高都不會開高啦 所以昨天的夜盤是先開高 代表台積電法說會真的講得不錯 但是呢你會想一下 那如果我原本是要去做事件交易 我本來呢 就是想要去參與這個台積電法說 我認為他會講得不錯 所以我認為覺得他會開高 那他真的開高了咧 你的策略是什麼 我的交易這個操作的想法 已經滿足了 那你是不是就獲利了結了 因為我本來就是怎麼樣 預期法說會講得好 所以法說會講得好就會開高 那開高咧 就是要賺錢要賺價差不就是要賣嗎 所以開高完以後呢 夜盤就開始往下走 開始怎麼樣 後利了結賣壓 那只是很不幸的 在昨天晚上美股 美股啦 美國那邊股市 也是蠻多的消息 那你包含說拜登也傳出了 可能在週末呢要退選 所以你就是在這種 不確定性之下 美股昨天的跌幅 還是延續著下跌 雖然沒有跌很多 但是就延續下跌 這時候呢 台股呢 又繼續往下跌 因為你市場情緒沒有那麼樂觀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觀點會這樣子講 拉回修正還沒結束 你在把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故事 跟這一開始講的台股的技術形態分析 你把它串起來 你就會發現這一切呢 其實應該大家看到情境發生的時候 不會這麼恐慌 因為你本來的規劃就是跌破五日均線 我知道它可能在短線上需要震盪跟整理 跌破月線以後呢 代表說它這個地方可能有一點轉弱的疑慮 那你在看到咧 美股可能表現沒那麼好 觀點搭配好 所有的故事接起來以後 你就會發現你在看這個股市 看台股 沒有那麼意外了嘛 所以觀點跟我們的觀察跟研究 這些東西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在昨天提醒大家 拉回修正還沒有結束 那什麼地方能夠賺錢 今天有沒有股票漲 還是有股票漲 台積電昨天法術會講完以後呢 其實我覺得重點在下半場 上半場這個報告財務數字 說真的就 就聽起來不錯不錯 這數字不錯 到了下半場的時候 台積電呢 有特別強調的關於COWAS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聽嘛 聽聽喔 COWAS COOAS COOAS Double Double 它在講的是什麼 COWAS的產能呢 在明年預計還會再翻倍 在 在今年的時候其實就已經翻倍了 在明年還會再翻倍 所以你COWAS的產能要上來的話 最先說為什麼 半導體的設備 所以為什麼今天半導體設備 像是軍耗嘛 然後像是猛力嘛 這些過去呢 可能已經先休息一段時間的個股 今天表現反而特別的強 所以台積電的法術會 真的呢 在航行上看起來啦 產業上看起來 是一個利多沒錯 所以我們要去找什麼 避風港 這是我們昨天跟大家講的觀點 到今天我認為都還是適用啦 這個地方 我覺得修正 震盪時間 可能還要再一段 還會有一段時間啦 那大家就是在交易上面 可能要比較保守一點 不要就是呢 看到跌了 然後就很開心的開始亂買 開始亂買 開始亂買 這個我們先提醒大家 那台積電啊 事實上今天呢 跌2%左右 昨天呢 有一個網上收紅K嘛 為什麼會收紅K 你開的比較低 那有人想要去參與下午 法術會的這個行情 所以咧就買上來了 然後結果今天咧 不好意思 跌破昨天的低點 所以代表如果你昨天呢 去買台積電的 然後咧 你可能沒有跑 你真的就是報到了今天 那到現在 如果都沒賣的話 你一定就是套牢 所以這種法術會 你明明知道他可能講的不錯 他也真的講的不錯 然後你也買了這一個 台積電的股票 不代表你一定會賺錢 這個就是金融市場上面 有趣的地方 所有的事情 你可能都確定了 但股價可能就是不漲 那無論如何 我們昨天也提醒過了 當你台積電跌破月線的時候 它也是一樣 這段時間第一次跌破月線 所以你可能在觀點上 我們還是會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你目前這個狀 這個形態 它還是一樣 我一直在月線之下 沒有轉牆 那你要不要在這個地方去抄底 我們必須講 你在這個位置上面買 你長線看的話 我認為你的勝率相當 相當高 可是你在短線上 我覺得台積電 就一樣跟價錢指數 在一個尷尬的位置 特別是目前的 這個市場的情緒 正在變化當中 我認為可能大家在操作上 不用急於 真的就是趕快加碼 你不妨等到行情震盪 足底 直穩 這些訊號出現以後 你再去做更積極的行情參與 這樣子你的操作勝率 自然而然就會比較高一點 嚴格來講 我們昨天也分享過了 在7月11號 上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錄影 我們就講了台積電 短期上面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貴 因為那一天台積電收盤 是1080塊錢 然後市場上開始就會講說 台積電要供1200 然後法人上調目標價到1400 台積電要供到1500 各種樂觀的想法都會出來 所以這很有趣有沒有 當今天行情在漲 股價在漲的時候 市場就是樂觀 樂觀還能更樂觀 漲到1000不夠 漲到1080還不夠 我們要喊到1200 喊到1400 那我們在當時 最高點的那一天 告訴大家 我認為在短期上面 顯得有一點貴 大家有時候會覺得我們的想法 或者是我們提供給大家的一些看法 好像都會跟市場反過來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做研究 本來就是實事求是 貴的東西就是貴 便宜的東西就是便宜 你該保守的時候就是要保守 你不用這麼悲觀的時候 你就不用這麼悲觀 所以我們在交易上面排除情緒 雖然這對一般投資朋友 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但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就是把觀察到的一些真實的想法 來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當時就告訴大家 我認為台積電上方的空間 應該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大 你不要看到股價漲到了1080 創了一個歷史新高 就說它還會再繼續大漲 你說在未來幾年 台積電有沒有機會來到1400 有當然有 可是它短期上面漲這麼多了 我認為至少就我們自己的交易邏輯上面 還是會比較保守一點 你說台積電在接下來 可能就是比較偏向震盪 那跌也跌不到哪裡去 跌也跌不到哪裡去 所以在現階段 你可能就是口袋裡面有多一點的現金 那等到行情止穩止跌的時候 你就把這些現金拿出來去加碼股票 這時候你的獲利空間自然就會大一點 好我們昨天錄影 Bella很開心 他說說我要賺錢了 為什麼 因為昨天有看這個我們 馬上上架的台積電法說會的一些重點整理 你也知道Bella在昨天尾盤其實是有買台積電的 Bella昨天買台積電嗎 尾盤買 看到法說會不錯 那我們在錄影的當時 其實夜盤還是開高的還是漲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先恭喜她說 你這個尾盤買台積電 應該明天會賺錢 因為就昨天這個夜盤看起來應該是會開高的 那結果高興的太早了 今天台積電開低 但這個開低我覺得已經算是 有給大家一個交代 因為如果有去看昨天台積電夜盤 因為現在台積電有PM盤 有夜盤期貨的部分 台積電期貨盤我記得一度跌了5個百分點 也就是台積電跌半根跌停板 昨天夜盤台積電跌半根跌停板 今天只跌不到2% 這個已經算是有給面子 有給面子該給的有給到了 所以雖然貝拉沒有賺錢 她昨天笑那麼開心 今天可能表情看起來沒那麼好 但我覺得她買在那個位置上面 長線來看還是會賺錢 所以我們在交易上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你有很多的利多 然後事情也真的朝你的情境發展 但是可能結果跟你想像是不一樣的 這個時候你就要記住嚴守紀律 我不知道貝拉有沒有設停損 我也不會告訴她要買要賣 她自己要去做決定 對不對 這個台積電的發售會重點 我們就不要花那麼多時間講了 就是我都框出來給大家看了 什麼上調營收 然後上調資本支出 其實這個上調不能講說是上調 你只能說它是半上修 為什麼叫半上修 因為它的這個頂有沒有 營收第三季 它是說全年 全年的營收 你說這一個上限沒有改變 它修的是什麼下限 資本支出也是一樣 它是320億美元的上限沒有修 可是原本在第一季法術會的時候 提到說今年的資本支出 應該是280到320 昨天的法術會說 我們改成300到320 那個上限沒有改變 只是把下限提高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 它叫做半上調 半上調 我覺得其實它今天法術會講說 資本支出從300到320 就是沒有改變的意思 因為本來今年的資本支出 它如果講280到320 行情真的很好 或是它今天真的要去做這個擴廠 市場應該就會預期到 它要落在什麼 320的附近 因為它原本講280到320 所以市場覺得很好 那你本來就是應該要在資本支出 落在320億附近 那你現在從280 調成300 是有點 台積電應該是要表達說 我們的想法 比原本還要更樂觀 我們來幫大家把這個範圍 縮小一點 上限我沒有改變 我沒有說我會花更多錢 但是我告訴大家 我把這個地板往上拉 我把這個地板往上拉 所以 就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講法 我們昨天看到也是覺得 所以這個是利多 但好像又沒有那麼利多 那我們就把數字的重點 其實在昨天節目上面也都講過了 我們今天就把幾個數字圈起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來講一下關於下午的鴻海 下午的鴻海開發說會 我覺得跟台積電的這個看法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會再提到關於Gb200最新的進度 雖然目前市場上有傳出說Gb200 因為在某些技術上面的問題 生產上面的問題 組裝上 可能會延後會delay 但實際上面我們的觀察跟我們去做調查以後 這個delay應該不會太久 因為這些問題其實NVIDIA都有在做解決 二十一小時的輪班 去做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這算真的有delay 應該不會delay太久 可是一樣的 就形態上面來講也跌破了月線 那也跌破了前面這個點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強調 當股價在漲的時候 大家不可以一頭熱 你不能就是覺得股價漲就會一直漲 漲到200 人家覺得說會漲到250 那漲到230的時候 大家說看300 當然我們一樣 你說你把時間拉長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可是你在短線上面 你該不該有居高思維 你要不要去做一點 資金上面的調整跟控制 我認為還是有需要 所以鴻海在形態上 他畢竟還是比較短線上面的弱勢 所以要不要去參與 今天下午的法說會的行情 我自己是不會想 因為你昨天已經看到台積電這個樣子 那你看到台積電這個樣子 要不要再給鴻海一次機會 這個就是自己去做決定 我們沒有辦法給大家建議 但是就我們的觀點上面來講 我們會就形態來去做我們的交易策略 所以形態上面 他並不是一個強勢的形態 可能我們就不太會去偏好這類型 去參與他法說會的這樣的交易 好不好 那不是說鴻海不好 鴻海其實拉回 你看他現在越來越靠近季線了 如果有靠近季線 你前面沒上車的 你現在反而趁他拉回的時候 怎麼樣 還可以減便宜 那至於鴻海的法說會 到底這個有什麼重點的話 像我們一樣 等他真的法說會開完以後 我們再來幫大家做整理 那另外要跟大家提的是 你看前陣子7月上半旬的時候 行情其實很好 但我們一直提醒大家 你可能要持銀寶泰 你可能要有一點現金水位 那事實上這段時間的行情 並不好做 因為你看很多的ETF 你就能夠觀察到一樣的現象 其實行情也才這樣修正下來 不到兩週 00940很多人有的ETF怎麼樣 還有中間有除息 我們幫大家還原回去 所以他對上去有點斜斜的 有沒有還原回去 他大概就是在6月中的位置 所以你前面這一邊 你可能賺得很開心 可是不好意思 短短的這幾個交易日裡面 你會把前面幾個月都回圖回去 那00919也是一樣 00919的形態 看起來更沒那麼好看 原因是因為他除息 除的比較多 那我們一樣幫大家還原回去 也大概就是在 5月底的那個位置 所以從5月底一直到7月中 這段時間 前面你賺得很開心 但是他可能用幾個交易日的時間 就會打回去原本的那個位置 這個就是在股票市場裡面 常常會遇到的 也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態 你在多頭行情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我好像不需要避險 我不需要有風險意識 我隨便買隨便賺 我永遠都在後悔 我後悔什麼 我沒有all in 我沒有重壓 我沒有買更多 但這種時候 我們其實自己看到都會有點擔心 因為當大家開始一頭熱 想說我買的太少 開始去槓桿 去信貸 去貸款 去借錢 都拿來壓股票 這個時候 只要稍微遇到一點風吹草動 那個拉回修正的時候 大家都會變得非常的痛苦 而大家要習慣的 在行情裡面 你可能一整段 你可以賺多少 你假設賺100萬 那你要理解 你不可能在最高點的時候 全部獲利了結 你賺100萬 你吐回去20萬 吐回去30萬 給市場 這件事情相當正常 非常非常正常 如果你呢 可以一直賣在最高點 那麻煩你告訴我 我可能會想要跟你請教一下 那我們在交易的過程裡面 本來就是呢 在多頭的時候 在行情很熱的時候 我們要盡量多賺一點 你想辦法呢 假設 一般平均來講 都能賺到100萬 你如果能夠賺到150萬 那代表什麼 你的績效呢 是超過大部分的人 但是呢 在震盪的時候呢 因為你是順勢交易 你一定會遇到有回檔修正 跟震盪的時候 那你震盪的過程裡面 你一定會有獲利回土嗎 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平常去看待 你不要覺得說 老師我好像少賺了 我覺得我原本賺到150萬 然後結果 現在突回去30萬 好難過 我不想賣 不行 我可以 你該停利的 你還是要停利 該停損的還是要停損 原因就是因為 在操作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未來也是一樣 你一定都會遇到修正 一定都會遇到波動 我們幾乎不可能賣在最高點 所以你的心態上就是呢 我們呢 賺了很多 那在震盪的時候 我們也是賠我們該賠的錢 因為你一定是有賺有賠嘛 你不可能一直賺錢嘛 你有捨有得 當你不願意去承擔風險 你不願意去呢 承擔這樣子的回檔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辦法賺到一個大波段 所以為什麼很多投資朋友 其實在這段時間的交易很辛苦 因為呢 順勢交易又沒做好 在漲的過程裡面呢 賺一點點就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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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多投這個行情好的時候 賺的比人家少 回檔的時候呢 抱著一張都不賣 而且越跌越加嘛 所以前面賺的沒有人家多 後面賠的比人家多 人家前面賺150賠30 然後呢 有些投資朋友是前面賺70 後面賠100 所以行情說真的到現在也沒有跌很多 但是呢 有些投資朋友可能現在帳面上面的虧損 就沒有這麼好看啦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很多投資朋友在操作上面的觀念 可能有一點小小的瑕疵 或者有點盲點 那這些能夠改掉當然是最好的 但與其你用這些錯誤的方法 自己瞎操作 然後亂賠錢 漲的時候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少年古神 都覺得反正我不需要避險啊 我不需要有一些正確的觀念啊 反正我凹單我一定會贏啊 那這些操作可能就會讓你不小心賠了更多的錢 所以我認為投資朋友啊 你與其這樣子做 還不如跟著我專業的團隊操作 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分析師 這樣子呢 其實你能夠省下來的這些引進成本啊 會更划算 好嗎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今天的分析啦 那還沒有訂閱我們頻道的投資朋友 趕快幫我們訂閱起來 還有更多資訊都會放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都能夠跟著我們的頻道 一起成長一起賺大錢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JK 星期六晚上9點 Wrest啟 星期六晚上9點 симensch 星期六晚上9點 星期六晚上九點 排骨搶先報就在我的個人頻道